俄羅斯近日對烏克蘭各地的能源設施 發動了空襲 基輔附近一座主要的發電廠 遭到徹底摧毀 哈爾科夫也有電廠被襲擊 俄羅斯總統普廷宣稱 這是讓烏克蘭非軍事化的手段之一 但是烏克蘭總統澤文斯基德表示 烏克蘭需要防空系統 還有其他防禦援助 遠方的電廠起火燃燒 還冒出濃濃黑煙 基輔附近一座主要發電廠 十一號遭到俄羅斯 的空襲徹底摧毀 俄羅斯發射超過八十枚飛彈 和無人機攻擊烏克蘭各地 許多攻擊目標是能源基礎設施 有近三分之一突破烏國防空系統 哈爾科夫一座火力發電廠 也在襲擊中受損 約二十萬人無電可用 不過俄羅斯總統普廷宣稱 這是在俄國電力設施遭受一系列攻擊之後 不得不做出的反應 還強調基於人道考量 才沒在冬天發動襲擊 正在立陶宛參加三海倡議峰會的烏克蘭總統 則倫斯基批評 如果允許俄羅斯繼續攻擊烏國能源基礎設施 相當於為全球恐怖活動發出許可證 也提到烏克蘭對防空系統的迫切需求 同一天的聯合國安理會上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譴責俄羅斯的報復行為 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 則呼籲停止對烏國的攻擊 戰爭仍持續 烏克蘭國會十一號通過一項法案 全面修訂動員規則 提高自願從軍的欣賞待遇 也允許部分罪犯投入戰場 但迫於軍方高層壓力 國會刪除允許作戰超過三十六個月的士兵 返家條款 還加強對逃兵的懲罰 並制定新的徵兵程序 法案將等總統澤倫斯基簽署後正式生效 公司新聞政委委員編譯